大家好,我是琪琪 大家好,我是小翁 大家好,我是小翁 大家好,我是妈妈 欢迎来到小台玩具屋 小朋友们记得我们前几天玩过一个 机变阴谋 机器人搭战吗? 机器人搏动,非常有意思 很刺激哦 然后今天我们要又来玩一个新的系列 也是机变阴谋 但是新的玩法 对,今天我们就带来了一大 一小一共两套 机变阴谋的机器人 这次机器人可是 盘射变形 对,听上去特别厉害 对,一个弹射的功能 很厉害哦 喜欢吗? 喜欢,但是为什么 我们三个人就一共有两套 这两个人其实应该 六套 把我们拿上来 想要看到小柴玩具屋更多 精彩的花絮和视频吗? 网码或者搜索 小柴玩具屋公众号 关注我们 并且发送视频两个字 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了 下面我们隆重介绍一下自己的战队 我的黄色的这位 你叫战鹤 我们是战鹤战队 我是夜旋风战队 我是赤风云战队 哇哇的结果为什么 跟我们好像不一样 因为我这个是飞船形态 飞船形态? 夜太厉害了 这就跟你们一样了吧 你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两种形态 对不对 那这个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们不只有机甲形态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机器人形态 就是把这个和它的下半身 和这个的腿 机器人的腿和机器人的上半身 上半身和下半身 就变成了机器人是吗? 对 我们可以用这个弹射器来 哦弹射机器人 那我要合体了 合体 哇 那个机器人形态 哇 机器人形态 机甲形态 还有战鹤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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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依然要进行两轮对决 第一轮是固定区域继分赛 第二轮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比赛场地咯 中间呢是我们的计分板 此共有四个区域 分别标志着有50分和10分 对 这里呢就是预备区 我们等下要用弹射器 发射我们机甲的上半身 如果它跑到对应的得分区域 就得相应的分数 如果到中间呢 到中间就不得分咯 然后我们要用弹射器发射我们机甲的下半身 然后让它跟上半身在一起 完成变形 第二次落在哪个区域 也得到那个区域相应的分数 两次分数相加就是你最终的分数了 第二次如果没有完成变形怎么办 那就不得分咯 那我们现在就看干净故事吗 剪刀时候 对 最终的分 好 那小哥第三个开始 我出剪刀 剪刀剪刀 描妆50分去 描妆50分 搜 哇 真的是描到50分了 好长喔 好第二 100分 这个100分是满分吗 要交满分打卷 满分满分满分 但是她自然来保持这么一个鞠躬的动作 但是你得给琪琪弯一下 对啊 先到前面去好了 我到前面去鞠躬 好了我们马上就要看到 战鹤 战鹤 哇 你不是鞠躬 你是撂卷子 这就是战鹤的形态 没有 最终形态 撂卷子 那最后只能看看我赤风云的厉害了 哼 来吧 哇 非常多 耶 50分 厉害了厉害了 小我姐姐要开始 把下半分 太聪明了吧 3 2 1 走 好酷 超过面身 那我最后是多少分 其实可能 100分吗 但是我的脚可能是在50分 但是你基本上 大部分是在10分 一个脚 脚在50分 那就算60分吧 60分 我也赢了 是风云胜利咯 对恭喜 耶 我们进行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比什么呢 第二轮呢 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机甲变回飞船形态 嗯 嗯 嗯 你们看清楚怎么变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的通门秘迹 也算是很快哦 也像一只乌龟 这边是它的斜坡吗 这是它的飞船的 就是飞船的货舱 那我们在斜坡上呢 有这么一个白色的发射区 嗯 我们就要把这个机器人的上半身 给送回到飞船的货舱里去 让它们合体变身成一个更强的机甲形态 哦 哦 哦 很酷 机甲形态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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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要给每个人三次机会 对 看谁能最先完成一架的变身 谁就赢得了这个人的胜利 谁就获胜 那还是娃娃先开始哦 娃娃先开始 好 那我就先开始 加油 哦 加油 哦 哇 一次机会 怎么可以 来 我觉得我已经遇见冠军了 该我了 该你了 该我了 该你了 那我可以转到这边吗 好好好 转过来 好 我们战后加油哦 牛选了 可以吗 3 2 1 走 再一次再一次 第二次了 3 用力 2 一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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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第一名的 加油啊 赤峰云 1 2 3 哎呀 为什么 我是冠军 啊 哦 哦 啊 哦 所以这个第一名 二 第二名 第二名 今天第一轮的胜者就是我的赤风云 他还可以跳呢 你知道吗 第二轮的胜者呢 我的圆形功 我也放过一下 我的战货其实也表现不错的啦 你会跳 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非常的刺激 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娃娃呢 作为男孩子肯定都有发言权 其实每个男孩子心中都会有一个机甲 就像这种感觉 变胜 太棒了 太爽了 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哦 我们依然会从订阅我们的小朋友中 这几位送出你想要的那一套 《鸡变阴萌弹》弹射系列 对 是新的系列哦 一大一小 对 赶快跟我们留言吧 订阅我们吧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